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7月22日,星期五 刚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台湾的艺人林志颖 大家知道不知道?我给大家贴一张图 我相信可能绝大部分的网友都应该知道她 她早期的时候是一个歌手 我相信好多人也挺喜欢她的歌的 那又因为她的年龄是一个成上启下的 所以我相信从我这个年龄到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还都知道她 然后再因为她后来在大陆发展,演一些影视剧 还有参加一些真人秀 另外她还有另外一个职业 在好多地方介绍她都不说她是艺人 说她是赛车手 所以使得可能中国大陆的那些年轻人也应该知道她 因为赛车的一个东西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一个东西 另外还因为她和郭德纲两个人年龄就差一岁 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父子一样 所以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拿她俩进行比较 因为郭德纲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 使得林志颖的知名度也进一步的扩大 所以我想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她了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高颜值的一个艺人 今天发生的车祸特别的严重 一开始的时候我刚一看到吓一跳 我就觉得我天哪 这车都撞成这样 这人还能好得了吗 然后呢又看到有图林志颖躺在那个地上 肩膀上和脸上就全都是血啊 就觉得这还能好得了吗 后来就发现了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呢现在就觉得这个脸上 她那张帅气的脸会不会遭到毁容呢 希望她没事 希望她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我是指这个面容 因为这两天呢 我正在看一个电视剧叫《伪装者》 这里面有一个演员呢 叫胡哥 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我就发现呢 她那个眼睛有问题 那个眼皮有问题 后来我查了一下 她也是因为不知道是车祸啊 还是拍电影的时候发生的事故 反正是受了伤 眼睛这个地方留下来的疤痕 虽然眼睛的部位比较重要呢 就还好了 没有太影响她的颜值 我们要知道做这个影视行业 这个颜值是最重要的 林志颖也是因为颜值高 使得她的知名度这么高 知道她的喜欢她的领域呢 年龄段呢也是很大的 好 她这个车祸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是在今天早晨10点50分的时候 林志颖呢就开车 应该是在台北吧 在台北的一个路上 我们从那个监控看呢 她好像是从一个地方就掉头 从监控录像上来看呢 她就从左手的那边迎面过来 然后呢到一个隔离带那口那个地方呢 就拐弯 然后再回到右边这个车道 往前开 路上的车很少 看起来她前面都没有车 那从镜头上来看 她就往前开 开着开着突然就撞到右边的那个隔离带 据报道呢 这个隔离带是汽车和旁边的机车 所谓的机车应该是摩托车了 汽车和摩托车可能分开的那个隔离带 那从她撞毁的这个图片来看呢 好像呢还有一个 或者原来就是一个隔离带的 隔离的呢挺粗的那个杆 或者是呢是一个树的杆让她给撞倒了 没准是树的让她给撞倒了 现在呢不是很清楚 这个车啊是完全毁掉了 撞得非常的严重 那她撞了以后呢 恰好说是旁边就有一辆救护车停在那个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 那救护车上面的人员呢 就看到一辆车 哎到那以后就很显然是撞了就停下了 那个车头呢已经开始着火了 但是呢并没有人出来 那救护车上的人员呢就赶紧到她这个车袋 打开车门一看呢 副驾驶的位置上呢有一个小孩 然后驾驶座上呢是有一个司机 就赶紧先把这个小孩从里面给她拉下来 然后呢到司机的那个位置上 把司机再拉下来 因为她的脚在刹车的那个部位说是卡在那儿 所以呢费挺大的劲才给她拽出来 把她拽出来之后呢说当时还有意识 请注意啊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 当时还有意识 那就是说稍后就没有意识了 那就把她呢给她拖出来 拖出来放到路边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就在路边上拍的照片 从这个照片上来看呢貌似林志颖在被拍照片的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没有意识了 能够看出来在她的右肩部呢 这个地方有一些血迹 然后呢她的脸上打了马赛克 但是能够看出来脸上呢有一些血迹 根据报道的描述呢说是脸上的血迹呢布满了血迹 已经无法辨别她的容貌了 那这个事情呢首先报道以后呢 好多的网友都难以相信 就觉得说呢这不是林志颖 这是网上就是瞎造谣的 但是呢现在确认呢 确确实实就是林志颖 据现场把她拖出来的那个人描述呢 把她拖出来几秒钟之后啊 一开始不是前面在着火吗 这火迅速的蔓延 拖出来几秒钟 这个火就把整个的驾驶室就都充满了 所以说林志颖呢运气是相当好啊 当时旁边如果没有人的话 如果那个人麻痹不上去检查 把人拽出来 如果还继续在旁边观察的话呢 那林志颖这两父子呢 很可能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人呀真的是旦夕霍福不可预测呀 有的人说呢就是早晨醒来和发生意外 你不知道哪一个会发生 昨天的时候呢 川普他的前妻也就是Evanka的妈妈的葬礼 昨天已经是举行了 川普呢和他现在的太太还有他现在的儿子都去参加了这个葬礼啊 他这个前妻就是啊 被发现在他们家的楼梯口倒在楼梯的底部 经过法医的鉴定呢 说是受到了钝气的撞击 那等于说有可能是从楼梯的上面摔下来的 然后呢就死掉了 应该是诱发了心脏病啊 或者是诱发了脑出血啊 反正是就这种很快就会死亡的 那林志颖呢就很幸运 当时呢有人就把他拖出来了 后来就拉到了医院里面 现在医院公布的情况呢 是他的肩膀这个地方呢 粉碎性的骨折 面部呢也有一些骨折 然后脑部呢受了轻微的脑震荡 那他的儿子呢不是他那个老大 不是他带着参加爸爸去哪的那个老大 而是他的小儿子今年六岁 林志颖把六岁的小儿子放在前座的这件事情呢 是违规的 按照任何国家的规定呢 你都不能把这么小的一个小孩 放到副驾驶这个位置上的 但是很显然这个孩子应该是系了安全带的 这个小孩呢一开始说是他胸部受伤 后来说是呢 儿子则是脸部擦伤 哎呀这个脸部擦伤啊 也挺麻烦的 你要知道他们家的孩子啊 老二我没有见过照片 那老大爷长得比林志颖还漂亮 希望不会影响他的颜值了 警察来了以后呢 对林志颖进行了酒精测试 酒精度是零 就是完全不是因为喝酒 当时呢我刚才不是说了 从那个录像来看呢 他前面都没有车的 很有可能他当时分神 不知道为什么让这个车偏离了他应该的那个方向 按说林志颖不应该啊 林志颖是一个赛车手啊 赛车手你应该是在开车的这方面呢 一个是技术娴熟 一个是呢就规则感非常强 这件事呢发生的真的是非常遗憾了 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教训 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能分神 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呢也是分神 我当时呢拿一个东西耳机还是手机的 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就掉到脚底下了 你觉得掉到脚底你扶着方向盘 然后你伸手一拿就能拿起来 但是呢不一定啊 有的时候你拿一下没拿到 你再使劲的时候呢 你那个方向盘会动的 有一次我就是拿那个东西伸手去拿的时候 这方向盘就动了 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 我那个车已经是严重偏离开到逆行那边了 还好我当时那个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 否则的话是相当的危险啊 所以你开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分神 第二个呢就是那小孩 不要给他放在不驾驶的位置上 他这件事发生以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上热搜的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公司再一次也上了热搜了 因为他开的是一辆特斯拉车 因为他一开始一撞就着火了 完了以后呢火是越来越大 因为特斯拉之前的时候呢 在中国也发生了好多企业特斯拉电池着火 各种的着火 所以特斯拉呢这一次又躺枪了 上了热搜 大家就讨论说 哎呀特斯拉是不是还是不可靠啊 是不是还是特别容易着火呀 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 特斯拉已经做了回应了 特斯拉的客服回应说 起火原因暂不清楚 车身没有易燃材质 这个回应呢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 车身没有易燃材质 他就是说被撞前面的那部分都没有易燃材质吗 他的那个电池是放在什么地方的 如果电池就是放在前面那部分的话 特斯拉现在说这个话 现在就把自己摘清楚 我觉得有一点甩锅的意味吧 最近这几天呢 中国有一件事情又引起来了热议 不仅仅引起来热议 在中国呢 引起来了很大的一个震动 人们就会觉得说 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在中国发生呢 怎么可能在中国的南京发生呢 中国一直呢 都对日本在靖国神社里面 供奉他们那些二战的战犯 供奉那些呢 对中国人民手上沾满了鲜血的那些战犯 非常的不满 每次如果是日本的政府 有人去祭拜的话呢 中国都是抗议的 中国人民也非常的气愤 中国人应该说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吧 但是呢 最近几天就有网友发现 在南京市九华山公园里面的一个寺庙里面 竟然是赫然的供着四个日本的高级战犯的牌位 这个事你出来以后呢 在中国是非常震惊的 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在南京 南京大屠杀 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这四个战犯呢 还都是经过国际法庭的审判判了死刑的 竟然在中国的南京公园的一个寺庙里面 赫然的供着他们的牌位 怎么回事啊 那这事出来以后呢 还好 有关方面呢 就迅速的进行了处理 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南京方面呢 做了一个通报 这个通报内容呢 是这样的啊 关于玄奘寺供奉牌位事件 有关人员的处理情况 我觉得这个题目啊 这里面就轻描淡写啊 供奉什么牌位 然后下面说 玄奘寺供奉南京大屠杀战犯牌位事件 造成恶劣影响 对此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迅速成立的工作专班进行调查处置 并决定 责成玄武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撤换传真 传真好像是一个职位 括号是俗名李毅将 玄奘寺主要负责人职务 传真可能是他的法号之类的 他的本名呢 是叫李毅将 然后责令玄奘寺停止日常活动 并会同相关部门 立即对其进行整顿 责成玄武区委按程序免去区民族 宗教事务局局长胡元怨职务 对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苏宇宏予以戒免 对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纪秦予以停止检查 下一步 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将对相关单位和个人 进一步的调查 并依规依计依法做出处置 绝不公息 2022年7月22日 那么你可能会比较奇怪 为什么这四里面会供奉南京大屠杀战犯的牌位呢 是谁供奉的这四个牌位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环球时报还发了一个环石瑞评 这个瑞评的题目就是 严查吴阿平守护民族情节 就是这四个牌位的供奉人是一个叫吴阿平的 我看到网上的信息啊 说这个寺庙里面啊 这事出了以后 他们说根本不了解这事 这四个牌位的供奉者就是吴阿平 但是这四个人是谁 他们都不知道 美国以及西方啊 老是攻击中国 打压宗教 中国什么时候打压宗教了 这个宗教里面就明目张胆的进行这种渗透 明目张胆的就进行这种反中国人民 甚至是反人类的这种行动或活动 事可忍属不可忍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吴阿平环球时报的这个时评里面是怎么说的 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一事 引发了舆论震惊和风海 松本石根 古兽夫等人 松本石根和古兽夫是牌位里面其中的两个 这两个人呢 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制造者 还有一个呢 叫野田义 是实施了百人斩的疯狂的刽子手 这些日军战犯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酸血啊 在二战结束七十多年以后 在深受日本法西斯伤害的中国南京 居然还有地方供奉着他们的牌位 这是对包括南京人民在内全体中国人的严重的挑衅和伤害呀 在霍西网友对此事件的爆料以后呢 南京市玄武区民族宗教事务局22日凌晨发出了通告 称已对该寺开展整顿 并将对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一查到底 22日下午南京市委 以绝不姑息的态度 以绝不姑息的态度给广大网友一个严肃的交代 你这玩意儿只是给网友一个交代吗 只是给网友一个交代吗 那些相关部门管理部门怎么搞的呀 这些东西都毫不知情 对得住美国给你们扣的帽子吗 目前围绕该案还存在一些疑问 战犯牌位供奉人吴阿平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行为 玄奘寺主持称挂牌位需要审核 审核机制和标准 为何没能将这样的恶性事件拦住呢 战犯的牌位在玄奘寺长时间放置 相关部门为何没能有效的发挥监管的职能呢 南京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的表态 必然要体现在对这些问题的严肃调查和清晰的结论中 这次的事件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与军国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 依然是漫长而复杂的 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我觉得就不仅仅是一个和什么军国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 那是虚无主义 你给他扣的这个帽子吧 太轻了 太轻了 你在美国你公然的宣扬纳粹尼试试 美国都比中国要厉害呀 如果你在中国去赞扬日本侵略者 你这就是与中国人民为敌呀 这应该是从立法的角度上来给他们定一个罪呀 用法律来规范这件事情 人们不能胡说八道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日本都知道对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中国竟然有人出来为他们唱赞歌 如果有的人说呀 说子孙后代是子孙后代 他们的先辈呢 是他们先辈 前辈犯下来的罪行呢 不能安到后辈的身上 这个我认 这个我认 可是呢我们还应该看到日本政府压根就没有认识这个问题啊 日本政府以及人民还去那个晋国神社去祭拜呀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可是中国人就先给他们翻了案了 中国人先就为他们甚至还唱唱歌 这叫什么玩意儿 然后环球时报接着说 近年来爱国主义和清风正气在中国社会高度凝聚 此次事件中 爱国网民的表现就是鲜明的体现 这个确实是 这是让人比较欣慰的 中国的韩国党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越老越糊涂 越老越傻 中国的五零后六零后呢 就是那些年 没有注意让美国在中国就进行了那些渗透洗脑 把这脑子洗的呀 一个个个 自己是糊涂虫 还以为自己多智慧 这样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你光跟他辩论 你跟他教育都不管用 近年来爱国主义和清风正气 在中国社会高度凝聚 此次事件中 爱国网民的表现就是鲜明的体现 他们的接力爆料 在揭露此事的过程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也给当地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目前 网络上对吴阿平的身份有逐多的猜测 当地公安部门正在核实其身份 有爱国网友称 在揭露吴阿平过程中 遭个别账号暗戳戳的人肉威胁 若情况属实 有关部门也应该进行严查 松井石根等人的肉体 早已在正义的审判中化为归进 个别想给他们招魂的人 面临的必将是千夫所指 严查并严惩吴阿平 回应的是爱国热情 守护的是民族情感 这也是围绕这一事件的讨论和调查 最终应该形成的效果 我认为这个吴阿平抓到以后呢 不能轻描淡写的就放过他 对这个玄奘寺里面的住持啊什么的 这他们都应该是犯罪 对他们的处置的应该重一些啊 他们的错误上升到犯罪 让他们的这种行为呢 有成本以后才不会去做 如果他没有任何后果的话 人人都不重视这事 昨天的时候呢 拜登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 检测出来是阳性 之后呢 美国的媒体就在追问他 说这从哪感染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我在我昨天的视频里面呢 我也在说 他从哪感染了呀 难不成是昨天和泽连斯基他老婆接触的时候 从他那传染的吗 因为在之前的时候 星期三他还是阴性呢 然后星期四就是阳性 那在中间呢 他都接触谁了 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美国白宫啊 却不愿意来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呢 亡顾左右而言他 说是呢 这个问题呀 不重要 重要的是呢 怎么能让总统健康的康复 健康的康复固然是重要啊 但是呢 是从哪感染的 不是也很重要吗 那你白宫的这些人 别人就不想一下说 我有没有跟他接触 我除了跟他接触以外 是不是他从别人那接触的 是不是我也得想想看 我有没有可能 从那个源头 他也感染了我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问题 作为白宫来说呢 做防疫也应该是这么做的呀 控制密切接触者呀 这不都是防疫 都是这么做的吗 怎么白宫说这个不重要呢 很显然这个不重要是说不过去 那只能是说明另外一个 就是拜登呢 他感染的源头 他有可能是不好跟我们大家说 他是不是接触了不该接触的人 或者是他接触的人 接触的方式不能告诉我们 或者是怎么样 对不对 就感觉呢 他是讳莫如深 不愿意说出实情 这就有点奇怪了 现在呢 美国人的媒体呢 也都是惊呆了 大家就张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说啊 不重要 怎么就不重要呢 好 说到这儿呢 再说哈 我昨天就说呀 泽连斯基他老婆 他在白宫的时候呢 他是每天就换一件衣服了 他甚至于说呢 一个场合 就可以换一件衣服 他其中的一件衣服呢 就是在乳头的位置上呢 缝了两粒 显眼的扣子 就让人呢 大跌眼镜 这也太俗了吧 什么目的呀 要显示什么 还是说要暗示什么 还是说要高掩谁 对吧 让人觉得 哎呀 俗不可耐 后来呢 我还看到有媒体说呀 说这泽连斯基的老婆 他在乌克兰的时候 他穿衣服 就多受诟病 受到什么样的诟病 就不清楚了 那我昨天呢 看到有一个网友还说呀 说你空口无凭 有图有真相 没图没真相 就是说我没有贴出来 泽连斯基他老婆穿的 那个衣服的那个图呢 就不是真相 哎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对不对 我呢 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一贯的 我不去用别人的图 我更不用别人的视频 因为我怕 给我招了麻烦 因为我以前 吃过这样的亏 那我的网友呢 肯定是相信我 这我不可能说 我凭空 也造出来 这么一件事 说泽连斯基他老婆 穿那样的衣服 再说了 如果你真想看 他的衣服什么样的话 你上网搜去吧 你自己搜去吧 然后呢 昨天我还说了 泽连斯基呢 也受到别人的羞辱 一个是非洲 一个是拉丁美洲 也都以不同的方式羞辱他 非洲呢 还把那个蠕动的动物呢 以泽连斯基命名 英国竟然还说 那个命名是说明 泽连斯基是勇敢的 我就不知道怎么叫 能拉上勇敢的 好 昨天在乌克兰呢 还发生了一件 特别奇怪的事情 就是呢 乌克兰有一个广播电台 他就在这个节目的中间 突然那个节目就停了 说插播一个新闻 说插播这个新闻呢 就是说泽连斯基身体出现了状况 状况非常的严重 没有办法履行总统的职责 由什么他们的议会 议长拉达什么议长来代替 突然就插了这么一个新闻 那在乌克兰的一时间呢 就引起来了人们的震动了 但是呢 之后乌克兰有媒体出来说呢 因为他们那个电台被hack了 被黑了 遭受了黑客攻击 那条新闻呢 是黑客插播的 说泽连斯基的身体呢 好着呢 那今天呢 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呢 我还看到也有留言 我经常是看那些留言啊 那留言里面呢 有人说 说这种相信也信 泽连斯基多大年龄啊 普京多大年龄啊 就算是身体出现状况的话 那也是普京 那也不是泽连斯基啊 那可不一定啊 泽连斯基这个年龄的人 难道不生病吗 泽连斯基这个年龄的人 难道不会死吗 是不是 还别说泽连斯基这个年龄了 就是比泽连斯基年轻的 难道不会死吗 我天哪 舔泽连斯基舔的也太失去理智了 对吧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说过呀 乌克兰这个国家呢 这些人啊 是挺疯狂的 他们现在呢 就好日子不过 非得给他的近邻 俄罗斯制造麻烦 非得把俄罗斯的那些敌人 也就是北约 拉到自己家里面 来威胁俄罗斯 本来呢 在苏联解体以后啊 俄罗斯和乌克兰 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成为敌人 那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不是关系也非常好吗 那俄罗斯跟中亚的国家 哈萨克斯坦呀什么的 不是关系也很好吗 那乌克兰呢 就非得说 去不容 在乌克兰境内的 那些俄罗斯族的人 既然历史已经形成了这种状况 你这个国家里面呢 既有乌克兰族 也有俄罗斯族 这么两个大的民族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民族 你不能和平共处吗 中国有56个民族 其乐融融 然后呢 他就不容 就非得打压俄罗斯族 其实他不光打压俄罗斯族啊 那波兰也说了 乌克兰曾经为了占有 乌西地区的那些领土 对波兰的那民族呢 实行了种族灭绝啊 那后来匈牙利也提出来说 在乌克兰的那些匈牙利族的人 也受到了乌克兰的打压 也就是说呢 乌克兰他周围的这些邻居 大部分的都是因为乌克兰他的行为 而成为他的敌人 这就是乌克兰他的今天 以及他明天 他未来很有可能 会从地球的地图上消失掉 因为他现在在美国的撑腰 在美国的鼓动之下 不能够适时的和俄罗斯进行和谈 一定要打到底 或者是他不能够识破美国的阴谋 或者是甘心情愿的 按照美国的指示来做 给乌克兰人民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他不管 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武器 都是有计划 有步骤的 他给你提供的武器呢 既让你为打下去呢 有信心 然后又让你呢 不能够一下子就赢了 就是说呢 不能一下子赢了 也不能一下子输了 就是要把俄罗斯拖垮了 就是这个目的 对不对 那俄罗斯就说了 你如果不和谈的话 如果你一味的 甘当美国的代理人的话 那么俄罗斯的作战范围 也可以扩大的 那这就是乌克兰 这个时间以来呢 人们就在讨论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谁是亚洲的乌克兰 谁是亚洲的乌克兰 台湾就很担心说 哎呀我们台湾成为亚洲的乌克兰 其实呢 台湾不是一个标准的乌克兰 现在跃跃欲试 想当乌克兰的是日本 日本国会呢 今天通过了一个 2022年防卫白皮书 今年他这个白皮书 简直就是一个 想当乌克兰的一个宣誓书 他在这里面 把他的这些邻居 几乎全都宣布成他的敌人 这个白皮书里面 大量的篇幅 是渲染中国威胁论 然后也以大于以往的篇幅啊 来攻击俄罗斯 把俄乌冲突纳入这个白皮书 把俄罗斯威胁呢 大肆的进行渲染 同时呢 也去刺激韩国 强调这个独岛 是日本的领土 日本对独岛 享有主权 对于调余党呢 他反倒没有敢这么明目张胆 但是对独岛 明确无误的强调 他们对独岛呢 是享有主权的 他这一个白皮书 引起来了俄罗斯 韩国 中国的强烈的反对 韩国甚至威胁说 你不是要团结韩国吗 你这么做 对团结韩国 一点好处都没有 可是谁干你说 日本要团结韩国了 韩国 你想帮日本的忙 日本当然是欢迎 但是你韩国如果说 还想换点什么好处 那很显然 日本是不答应的 日本的那些历史问题呢 该不认的他不认 我说的该啊 他不是说从这个法理上 从情理上来说该 就是他想 他不想认的 他就不认 他永远他也不会认 他永远他也不会陪你 就是他不在乎你 他在乎谁啊 其实他连美国都不放在眼里 他大搞日本啊 国家正常化 大搞军事的正常化 修改完了那个宪法以后呢 就完全正常化了 他可以发展他的军队 他要去侵略谁 就去侵略谁 他要发动什么军事行动 就发动军事行动 而且呢 今天有一个消息 就是日本啊 要和英国联合来开发 第六代的战机 和英国啊 没美国什么事 其实这都很明显 其实日本他经常去参拜 那个靖国神社 他伤害亚洲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难道不伤害美国吗 因为他去参拜的那些战犯 同样他也和美国作战过呀 但是美国就是这样的 他为了这个利益 与狼共舞 他为了这个利益呢 他愿意把虎养大 将来这个虎对他能形成什么样的后患 他不管 好像他过了今儿 不管名似的 他过了这一代 他不管下一代怎么样 就是美国 光管他这个眼前利益 但是美国对日本的这种放纵 一定是养骨为患 他为什么和英国进行合作 来开发第六代的战机 就是不想依赖美国太多呀 他也看到美国 如果谁对他依赖的话 他就卡谁的脖子 美国为了对抗中国 为了遏制中国 为了打压中国 为了摧毁中国 他就要把日本给他培养起来 日本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 日本今天已经决定了 要把那个核污染的废水 排到海里面去啊 日本有很多人现在就得抗议 抗议管用了 一点用都没有 有一些中国人就觉得说 哎你看人家美国啊 你都随便去抗议啊 都可以抗议啊 言论自由啊 你言论是自由 你可以抗议 但是抗议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就什么有用啊 就是钱管用 用钱去游说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 说那个TikTok啊 能够保证自己 不为美国给灭了 他每一年都要花费 几百万美元的游说费用啊 几百万美元 就给那些游说的人员 拿到钱以后呢 就鼓动他们三寸不烂之舌 再加上啊 这几百万美元 他也得去打点呢 让那些议员 在国会里面 为TikTok说话 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体制 这南照不是腐败吗 包括加拿大 以前的时候呢 那输油管线 已经都好多年了 在不断的建设 本来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当中 这输油管线都可以启动了 完善了 结果呢 拜登一上台 输油管线完全都停 加拿大也是 花好几百万 让那些人到白宫去游说 到最后也没有成 好几百万都打了水瓶 这是美国的腐败啊 就明着让你花钱 好几百万砸进去 就这一个项目 你想 全世界都有多少个项目 往美国砸钱 美国的那些游说那些人员 拿着钱 去哪了 不就是去贿赂那些官员吗 贿赂那些议员吗 钱到哪去了 要几百万吗 抗议有用吗 抗议一点用没有 就包括总统特赦 都是 你得说 直接认识人 或者间接认识人 能和总统 以及总统身边的人 说成话 然后你有可能 让总统呢 大笔一挥 就给你特赦了 甭管你犯的什么罪 这是美国 公平吗 正义吗 公正吗 还且不说背后的那些猫腻 深层次的东西 就表面看到的这些东西 对吧 公平吗 正义吗 中国有好多傻子 去舔美 去舔日 现在美国 就是培养日本 支持日本 和中国进行对抗 搞垮中国 摧毁中国 现在看来呢 只要是中国的经济 不衰败 日本要想从军事上 能够和中国对抗 这还不太可能 但是美国如果 产业链 供应链 金融 各方面都孤立中国呢 对俄罗斯的制裁 俄罗斯这还是 因为有这场战争 然后就发动对俄罗斯制裁 可是中国也没有发动战争啊 现在就在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啊 这不是也是制裁吗 这不是制裁吗 对不对 要建立芯片联盟 四方芯片联盟 我终于搞清楚了啊 四方芯片联盟 都有谁呢 有美国 有日本 有韩国 还有这个台湾 芯片联盟 就是把中国甩出去啊 中国干嘛了 中国什么也没干呀 美国对中国这种围追堵截 这不是比制裁还要严重吗 有很多中国人 你们看不到吗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订阅 好 发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